人体内的电流是怎么控制你的 从某种程度上说 人就是一台电器 靠着电流的运作才能行动 像起立坐下 跑步跳跃 还有心脏的正常跳动 都是电流说了算 这是因为人体细胞带电 这就产生了电流 而电流能够让电突出 把动作电位从一个神经元 传给另一个神经元的突出 实现神经冲动的传递 当电流合适 电突出达到一定数量时 神经系统开始运作 人就能动起来 而如果电流不合适 像发生触电这种外部电流入侵的事情 人体就会受伤 比如肢体不受控制 心脏异常跳动等等